如果我们想判断到年底之前 后市走势应该有怎样看呢? 好,升完美是很难回答的 但我本身觉得 如果有留意我其他节目的 大概在两万六千点附近 我就说要开始小心一点 第一,由累积的升幅 由两万三千八升了很多 但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我留意到两件事 第一,在升市的期间 成交不是很足够 就是说大家不是很敢买货 动力是不足够的 这个也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就是 其实恒指都是一个五六十只股票 市值是很大 但代表性未必够全面 所以我通常看市场宽度 看看升市的期间 升的股份数目 和跌的股份数目做个比较 你的答案很简单 在升市期间 其实升得是不全面的 可能是说五百只六百只的股份升 跌是百八一千 当跌市的时间 是说跌的好像昨天那样 过千只股份跌 可能是某些股份 权重股所带动 可能是汇控 可能是阿里巴巴 可能是腾讯等等 但是升市不全面的话 就变得不太健康 当然了,昨天就有一些回讨了 我暂时维持完判 暂时来计算 应该就在五十天线 大概两万五千三附近 是会有支持的 反过来 因为我间中才上来 如果失守了五十天线 情况就会变得差一点 但是暂时我觉得 五十天线应该都有一定的支持 但是上面来计算 两万六千点以上就要开始小心一点 最尽的话 就是看到一百天线 甚至乎之前的列口 都大概是两万六千六百点左右 所以我想暂时来计算 现在可能两万五千六 两万五千七水平的话 上面就说三四百点 大概是两万六 下面的话 两万三、两万四 都是两三百点左右 所以今天当然期指结算 会不会很波动 我又不是很强于一两天的走势判断 但是暂时来计算 我都是看着一条五十天线 觉得这个水平是会有支持 那有什么要留意 很简单 第一就是关于一些内房方面的发展 好像恒大还了一期的利息 但是接着有一些房产税 还有我们叫做第六滴血 由之前的南光 华夏幸福 去到恒大 去到这个是花样年 最新是当代截业 所以如果陆续都有一些公司 有一些流动性问题的话 对于整个的板块 和市场气氛 一定有影响 第二 业绩 本身美股都已经是业绩期了 那我们留意着业绩 第二 当然记住一件事 债息 我在其他平台也说过 如果10年期的债息 是比较快速地升到1.75% 和1.8% 我担心不单是降股 美股都可能会有一些冲击 那要留意 第三 降股业绩 今天明天就到我的内银股 就公布业绩了 所以我打声 12分精神 看着它 希望业绩如果是好的 都会对于市况有些帮助 这些大概 都是我们短时间里面 要留意着的因素 最重要 下星期 联署局 议息 11月2日和3日 坦白说 收水不是11月 就12月了 它不收才是黑天王 就是说 它觉得经济差很多 收的话 大家预期了 反而 大家要硬硬睡 要看完议息结束之后 饱威 我想说饱威姐姐 是饱威姐姐 出来面对记者的时间 它对于未来加息 速度、力度和幅度的判断 才是最重要的 简单来说 市场消化了 减少买债 但是未消化加息 这件事 都是要 其实跟债息有关系 大家都是 未来这七天里面 要留意着重点 是的 还有美国都会很快 今晚 明晚都会公布GDPR 和一些通胀数 可能都会有些歧视 对于联储局 未来的部署